Hey yo yo 这个夏天最后的终于节目是什么中国游戏 这个投资金额两亿多 五期播放九亿多 赞助规模的五亿多 你有free style吗 有谁没有听说过 但今天我们就要来讲另外一件事情 今日挺能一提 What 推崇real的中国游戏 自己竟然不是real的 那你就说现在你出门吧 不跟兄弟撞个肩 不来个free style 跟朋友磕都落不下去 你看迎面向我们走来的这帮花枝招展的年轻人 就是中国嘻哈音乐的半壁江山 之前跟街头暗号一样的万磁王 小青龙 Guy 小白 这次不仅走入大城视野 还通过节目 有了大票和三人 这节目最大的看点呢 就是嘻哈音乐本身 这个说唱讲究的 那就是个节奏分明 听起来倍儿爽 跟其他严肃认真有梦想的音乐节目相比了 这档节目的氛围那就是一个在 有毒 尊徒嘻哈精神 臭杂说杂 不爽就怼 中国有嘻哈吗 他是要以中文为主 张俊他们听不懂英文的呀 他们会英文吗 什么一个dropper自信很重要 曾经他是一个王者 知道他被打了脸 如果中国有嘻哈 没有我嘻哈就不完整了 那地下rapper看偶像rapper不顺眼 直接就说要把他KO 我们所有underground的rapper 会把这些人全部都清除数学 不管你是adol也好 怎么也好 过来找到 甚至连官方的广告歌 都会允许你发泄情绪 别的东西节目完 那都是参赛选手 嘻嘻哈哈的 这边呢 眼瞅子那就是要打架呀 我以为adolrapper会输 那鬼死屋的经历别输 没输 我以为manurapper会输 扭心了屁股啊 没输没输没输 听多乐春国好故事 这种连场外 都要发歌互相dease的火药味 闻起来 嗯 爽 再加上这个环节设置的 最大限度地 输出了嘻哈本身的魅力 什么battle 什么freestyle 惊喜不断 悬念叠起 为啥这个有嘻哈做的这么爆 我觉得制作方这两亿的制作费 花的简直太超值 作证的是蒙面歌王总导演 跑男三季总编剧 还有跨界歌王总导演 这就是他们99%的汗水 加1%超级韩国原版 show me the money 啊 这1%的灵感来源于哪呢 舞台灯光相似 环节设置相似 各种导具 海报都极为相似啊 围绕着超级的剧情 这发展相当迷惯 一个打着做自己的嘻哈精神的节目 竟然做别人剩下的 这事最近在网友中引起 超级大的热议啊 对此制编方腰杆笔直的就表示 从未见过有如此 浩颜无耻之人 随后呢 这个韩国版权方前两天就发布了声明 对于中国有嘻哈节目组 没有正式购买版权 就制作与show me the money 相似节目的行为感到非常遗憾 我给你了解 好的 哎 这个综艺节目制作烂 那只能是你能力问题 但抄袭 那就是道德品质问题了吧 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那买模式版权这个事吧 那是这样的啊 付费买过来的是节目的整体创意 以及背后制作的技术和这个工作流程啊 现在这版这个中国有嘻哈呢 制作上那是优质的 这就证明啥呢 证明制作我们没问题 多用吧 那干嘛还花钱买这个点子呢 没必要吧 所以蹭个擦边球 诶 照着我们就能做出来 有争议都没事 有热度有人买单不就好了呗 钱呢 赚钱 诶 钱要不要 钱我要啊 同志们 这咋说呢 节目里推广的嘻哈文化 那不是最讨厌虚假吗 那不是崇尚真实吗 这种被韩国媒体指着声明说出来的感觉 观众确实是难受啊 你疼吗 疼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韩国媒体拿舆论 来聊咱们综艺节目太相似这事了啊 之前 人家的三十三餐和咱们的这个向往的生活 人家的花样姐姐和咱们的花儿与少年 到最近刚刚播出的黄晓明赵薇参加的中餐厅 和人家的饮食堂又是一个字 太像 哎呀 哎呀 说起来都难受啊 咱们做出点创意就这么难吗 不合情理的啊 这是 搜索关注李渔达挺腾节目微博 观看节目听腾歌给你理性讲娱乐 搜索关注李渔达挺腾节目微信 做一个不无趣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